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 明天天气如何 我们请教气象主播老外 嗨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原始气象在您身边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都很好 而且白天都是艳阳高照的 而且越往南边走天气越是好 而到了这个季节只要天气好 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 就不怎么理想了 而且还比我们先前预测的还要差 今天云嘉南跟高平地区的AQI指数 是来到了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 红色指标 而这个指标 大家真的要多加注意了 出门一定要记得 携带口罩来保护自己 另外白天太阳露脸时 各地的温度都有回升 但是清晨跟入夜之后 温度却是偏凉的 就以今天平地地区的最低温来说 是降到了18.8度 地点是落在了新竹的宝山香一带 至于未来几天的天气 会持续好下去吗 我们就从卫星云图一起来看看 未来的天气变化 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我们附近的云系不多 相对来说水气也就少 预估明天全台各地大多是 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而且太阳露脸时 阳光桥紫外线也跟着桥 自己防晒的工作就要做好 另外要提醒在银封面的北部 跟宜兰地区的观众朋友 就是因为受地形的影响 会出现一些降雨的情形 局部地方可能还会有明显的雨势 所以这些地区的朋友们 出门就多注意天气 可以带把阳伞出门 太阳露脸的时候 可以拿来遮阳 但是下雨的时候 可以及时地拿来挡雨 而关心完了天气上的变化 至于温度上的呈现又是如何 我们再从下一张地面天气图来看看 一开始我们就有提到 持续来到了秋天 清晨跟夜间 秋翼总是特别的浓厚 这也的确 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中国北方 是有一股冷空气了 但是就目前来说 这一股冷空气纬度也高 强度也不强 所以影响我们的温度程度上 还没有那么剧烈 虽然如此 在我们高海拔的山区部落 现在早晚的温度却是偏冷的 这些部落的族人朋友 像是我们的长辈跟小朋友们 保暖的衣物就记得要穿好了 而且要再次地提醒大家 现在日夜间的温差 是不断地被拉开 找出晚归的朋友们 把外道记得适时地穿上了 至于部落里头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奇效 首先来到屏东的 湿的牡丹跟满洲 最低温降到19度 高温是来到29度 晴到多云的天气 而在泰武 来意跟春日 最低温降到18度 高温是来到31度 而在三地门 雾台跟马家 最高温是来到31度 但是最低温降到4度 而高雄的原乡地区 最低温降到11度 高温是来到29度 嘉义的阿里山 最低温降到9度 高温是来到26度 南头的原乡地区 最低温降到9度 高温是来到27度 而在台中的和平地区 最低温15度 高温是来到30度 日夜间的温差非常地大 苗栗的原乡地区 最低温降到15度 高温是来到27度 新竹的原乡地区 最低温降到12度 高温是来到26度 北部地区 乌来跟复兴 最低温降到15度 高温是来到24度 请到多云的天气 而在宜兰的大同跟南澳 最低温降到16度 高温是来到26度 江义区会最高 来到7成 华联地区的新城 跟华联市以及吉安 高温是来到28度 最低温是降到22度 而在秀林跟万荣 最低温是4度 高温是来到28度 寿峰跟风冰 最低温降到20度 高温是来到29度 而在凤林跟光复 还有瑞穗 高温是来到28度 最低温降到20度 卓西玉里跟副里 最低温降到9度 但是高温是来到了29度 台东的海岸线 最低温降到22度 高温是来到30度 轻到多云的天气 而在台东的重谷地区 最低温降到10度 高温是来到29度 陆野跟台东市 还有北南 最低温降到18度 高温是来到30度 而在台东的南回地区 最低温降到16度 高温是来到33度 南宇地区 最低温降到23度 高温是来到29度 外岛的连江金门 跟澎湖 最低温降到23度 高温是来到29度 好 今天小周末 相信好天气 能带给很多上班族 下班之后有个好心情 而到了明天 各地大多是多云到寝的天气 在西班部地区 白天的时候 很有夏天的感觉 所以大家防晒的工作 还是要做好 另外 明天天气好 相对来看西班部地区的 这个空气品质 就会不理想了 民众出门 就记得携带口罩 除了可以阻隔一些 部分的污染物 对身体 也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你一切顺心平安